国际方面咱们继续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 近来离异冲突骤然升级 中东地区滑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增大 局势发展的最新情况 咱们还是先来梳理近日焦点 焦点一 以没披露 以再立停火要求 以色列媒体10月13号原以匿名消息报道 披露了以色列方面在黎巴嫩停火的相关要求 包括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 以色列保持在黎巴嫩境内采取行动的能力等三个方面 此前黎真主党曾表示支持停火斡旋 那一颗与以色列战场见分晓 焦点二 以坦克强闯连离部队驻地 连离部队10月13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国防军两辆坦克当天破坏了位于拉米亚的 连离部队驻地大门 强行进入驻地 同一天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要求将连离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 对此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表示强烈谴责 并称这一表态是以色列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又一个例证 焦点三 美将向以提供萨德反导系统 美国国防部10月13号发布声明称 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 并派遣相关美军人员以帮助以防提高防空能力 那对此伊朗方面警告称 美国这一决定将美军自身安全置于危险当中 具体咱们先看离异冲突的情况 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多次发布信息称 当地时间今天8点之后 那以军检测到多枚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空中目标 其中部分被拦截 以色列北部 上加利利地区 海法 以及周边地区 以及以色列中部 内坦亚等多地 多次拉响放空警报 黎巴嫩真主导今天发布声明称 今天9点30分 那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4点30分 向位于海法西北的以色列海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另外呢 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所发布的综合战报 10月13号到今天 其武装人员对乙军目标发动数十轮打击 并在黎巴嫩南部村镇与乙军交火 乙军10月13号称 乙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设施 及其武装人员 那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的数据 自2023年10月8号起 离异冲突已经导致黎巴嫩2306人死亡 10698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今天称 当天分别对位于黎巴嫩南部村镇拉布内赫 和哈勒瓦尔达的以色列军队实施了数次火箭弹打击 并对向离南部村镇马尔卡巴方向入侵的乙军步兵部队实施炮击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发布的综合战报 13号其武装人员对乙军发动了38轮打击 其中13号凌晨3045分和4045分左右 在黎巴嫩南部边境村镇拉米亚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两次与企图渗透的乙军发生交火 并引爆爆炸装置 造成乙军士兵伤亡 另外 黎巴嫩真主党还于13号晚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海法以南比尼亚米纳地区的 乙军戈兰尼旅训练营地 声明称 无人机突破防空雷达 在一个房间内爆炸 造成数十人死伤 13号晚间 以北部城市海法及其周边地区 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海法上空开启防空拦截 除了海法 以色列北部包括谢莫纳 马纳拉等多个地区 13号晚也拉响防空警报 据以色列国防军统计 截至13号下午 黎巴嫩真主党 当天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约115枚火箭弹 与此同时 乙军13号继续对黎巴嫩发动空袭 黎巴嫩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 两辆黎军军车当天在离东南部遭乙军空袭 致三名士兵受伤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 乙军当天凌晨空袭了离南部边境地区 部分建筑备会 另外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 过去一周 乙军一直在清除 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地下设施 乙军称 截至目前 乙军在对离南部展开的 针对性袭击和地面行动中 共打死超过100名武装人员 摧毁超过50个火箭弹发射器 超过60个指挥据点 数十个地下隧道竖井等真主党设施 以色列媒体10月13号援引匿名消息报道 披露了以色列方面在黎巴嫩停火的相关要求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匿名消息报道称 以色列方面在黎巴嫩停火的相关要求 包括第一 执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 将黎巴嫩真主党驱逐出离以临时边界地区 并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 第二 通过国际监督 防止黎巴嫩真主党重新武装 重点区域是叙利亚黎巴嫩边境 第三 以色列保持在黎巴嫩境内采取行动的能力 包括有限的地面行动 本月8号 黎巴嫩真主党副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曾表示 真主党支持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 为推动停火所做的努力 如果相关事宜成形且通过外交途径可以实现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可以讨论停火细节 但如果以色列继续战事 那就战场见分晓 他说 真主党武装的军事实力并未受损 以组织乙军入侵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 同样在10月13号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说 当天的凌晨 以色列军队的坦克破坏位于拉米亚的连离部队驻地大门 强行进入驻地 连离部队已经要求以色列军方 对令人震惊的侵犯行为做出解释 以色列军方当天回应称 乙军坦克进入连离部队哨所 是为了撤离受伤的乙军士兵 那没有对连离部队构成任何危险 连离部队的声明说 当天凌晨 该驻地的维和人员 观察到乙军三个牌的士兵 越过离乙临时界线蓝线进入黎巴嫩 40 30分左右 两辆以色列梅卡瓦坦克 破坏了驻地大门 强行进入驻地 多次要求驻地吸灯 连离部队通过联络机制提出抗议 乙军坦克大约45分钟后离开 随后 同一驻地的维和人员 报告附近有数发炮弹发射 由此产生的浓烟进入驻地后 15名维和人员感觉不适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声明还说 以色列军队12号 在黎巴嫩南部 麦斯捷贝勒附近 拦截连离部队运输车辆 导致运输任务无法完成 声明表示 连离部队在三天内 第四次提醒以色列军队和所有行为体 其有义务确保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并在任何时候都尊重联合国防射的不可侵犯性 任何蓄意攻击 维和人员的行为 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 当天早些时候 以色列部队在黎南部地区遭遇了反坦克导弹袭击 多名乙军士兵受伤 其中两名士兵受重伤 乙军表示 一辆乙军坦克在试图撤离受伤士兵时遭到攻击 坦克向连离部队哨所后退了几米 在敌方火力停止且受伤士兵撤离后 坦克离开了哨所 声明说乙军使用了烟幕 以便为撤离受伤士兵提供掩护 乙军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乙军与连离部队保持协调 乙军的活动没有对连离部队构成任何危险 此外乙军还声称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黎巴嫩真主党从连离部队哨所附近的阵地 共向以色列发射了25枚炮弹 其中一次袭击导致两名乙军士兵死亡 声明称乙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 只针对离真主党 不针对连离部队的哨所人员或其基础设施 当地时间10月13日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布声明称 在13号发生的一起令人深感担忧的事件中 乙军坦克故意冲破了联合国营地的大门 连离特派团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确保其维和人员的安全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强调 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国际法 可能构成战争罪 他呼吁包括乙军在内的各方 不要采取任何是联合国维和人员 面临危险的行动 并再次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乙军坦克强闯连离部队的同一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要求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 对此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表示强烈谴责 并称这一表态是以色列不遵守国际规则的 又一个例证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13号表示 黎巴嫩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要求联合国撤走连离部队的言论 以及近期以军对连离部队 维和人员的侵犯行为 他还指出 以总理的这一表态 是以色列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又一个例证 当天早些时候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一段视频讲话中 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喊话 敦促其立即将连离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 而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也在13号表示 黎巴嫩真主党利用连离部队前哨 作为藏身之处和伏击地点 而联合国坚持将连离部队士兵留在交战区 是不可理解的 对此 连离部队发言人泰嫩蒂13号重申 连离部队不会后撤 此前乙方曾要求连离部队从离以临时界线蓝线后撤五公里 但被连离部队拒绝 连离部队方面表示 他们近来多次遭遇乙军的袭击 10号乙军坦克向连离部队的一座哨塔开火 造成两名违和士兵受伤 此外乙军还袭击了离南部边境一处联合国违和部队掩体 损坏了车辆和通信系统 11号乙军的袭击又造成两名违和士兵受伤 12号连离部队的一名违和人员被附近军事活动的枪弹击伤 美国国防部13号发布声明称 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 并派遣相关美军人员以帮助以防提高防空能力 对此 伊朗方面警告称 美国这一决定将美军自身安全置于危险当中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 是为了帮助以色列方面加强防空能力 作为对伊朗于4月13号和10月1号发动对以色列袭击的回应 这也是美军近几个月来在中东调整力量部署的一部分 声明称 此次行动并不是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去年10月7号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美国总统拜登指示美国军方在中东地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以保卫该地区的美军及美方利益 美国此前还于2019年在以色列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 用于训练和综合防空演习 声明提到 美军还将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相关人员 但没有提及具体人数 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 有美国国防部官员称将有约100名美军被部署到以色列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1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国正向以色列运送数量空前的武器 还向以色列派遣士兵操作美制导弹系统 这将美军自身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中 伊朗本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弹道导弹 打击以防军事和安全目标 以回应以色列此前一系列袭击暗杀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9号在视察军队时称 以色列将以致命 精准 令人惊讶的方式 对伊朗发动报复打击 同样在10月13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访问伊拉克 在与伊拉克副总理兼外长侯赛因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阿拉格西表示伊朗已做好战争准备 但并不谋求开战 阿拉格西表示 目前中东地区正处于不断加深的危机之中 爆发冲突和加剧地区局势的风险非常之高 他指责以色列拒绝在加沙地带停战 并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的行为可能会使中东地区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并存在发生全地区冲突的风险 阿拉格西强调 以色列目前对中东地区的相关军事行动必须停止 阿拉格西还表示 伊朗已做好了迎接战争的准备 但也做好了迎接和平的准备 伊朗正在与地区伙伴协调 积极促成停火 伊朗方面不希望战争降临 但也不惧怕战争 伊朗克副总理兼外长侯赛因表示 中东地区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面临着决定性的挑战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 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他重申 坚决反对任何一方将伊拉克领空 用作战争用途 同时呼吁各方促成 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 参与中文字幕提供